大家好,班老师,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 哟,孟老师,啦啦队员,拥兵,古董加机械 包打 上来应该是奔着 不对,孟老师的话有可能上来先划一轮 然后机械师的话,其实是一个核心看点 大部分情况下会选择赶过来抓机械师 娃放了吗 嗯,这个娃其实不太好放吧 放了老冯眼,这你娃想修机子太难了 对吧,芥师自身难保,你还想娃娃修机子 这娃多半会成为孟老师的充电宝 不过呢,孟老师这边也是没有针对芥师打 是选择过来找这边的古董商 哎,哎,我的天 这该如何解说呢 这个震设基本上这局已经结束了 这个局留给求生者的就是无尽的折磨 非常的痛苦 难受 娃娃你还想修机啊 嗯,这个局呢 我只能说在我经常观战的过程当中啊 求生者 其实打封印啊,这个娃一般是不放的 一般是不放的 佣兵这里的话还被拦住了 整一道墙,这个救人路线被拦住 吃了一刀 好,孟老师真的是一点活路不给啊 啊,孟老师啊 孟老师能不能给点机会啊,孟老师啊 这个人太恶毒了 你听他声音一本正经,对吧 听孟老师的声音非常的正气 非常的正义凛然 但是满脑子都是坏心思 拉开一个身位给你 就展现过来震慑 再挂一张背靠墙的椅子 这个老头坏得很 来,这边镜头给到拉拉队员啊 人是不可能给你救下来的 这个人要是救下来了 孟老师,你等着我的礼物 主要不太清楚啊 那就节奏风暴吧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只要拉拉队员能救下来 他手里还有个飞轮 哎呦 这确实有点难 确实有点难 戒施现在 独木难知 娃娃直接抬走 位置暴露 怎么办呢 舞台机 太绝望了 唯一修的稍微多一点的 还是这个娃 戒施翻个箱子 地窖没有我 哪个关键是 这队友挂飞了也没地匠 这个邪恶的老头 一步一步 组着拐杖 向机械师慢慢袭来 看个收尾吧 看个收尾吧 舞台机四杀 即便是 再强的封眼啊 也很难看得到舞台机四杀 开车 哎 等会儿 孟老师有反应吗 没看到 过河了 过河了 哎 镜头给到机械师 那这机械师 应该是没了 开车 开车 好 两边疯死 这开车就是你 不要让他看见 看见了就送你走 送你上路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结束 感谢大哥 我们下期见 拜拜